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蜀汉则克制曹魏 汉中之战刘备生生的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 相反之战前期关于水淹七军威震华下 曹操甚至一度想迁都 如果说东吴的克星是张辽和满宠 蜀汉的克星是吕蒙和陆迅 那么曹魏的克星是谁 孙权虽立足江东 但是西大门荆州在刘备手中 北大门合肥在曹操手中 这也是孙权即使被蒙 也要袭取荆州的根本原因 同时也是孙权几次新兵 大举攻打合肥的原因所在 守江必守怀 光有长江天险对江东来说还是不安全的 只有拿下合肥把防线向北推进到淮河流域 从而拓展江东的战略纵深 江东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不过愿望虽好 现实却很残酷 从209年开始到234年 孙权清自率大军发动了四次合肥之战 结果无一圣计 其中第二次更是差点被张辽活捉 第三次和第四次接连败在满宠之手 房间甚至有孙十万 张八百和满数十的说法 以至于孙权一生都惧怕张辽 222年曹丕三路法无之时 张辽和曹修兵出洞口 孙权为此爱特意写信给东县诸将 张辽虽病 不可当也 甚至 可见孙权对张辽的忌惮之心 说张辽和满宠是东吾的克星 一点都不为过 蜀汉的克星一是吕蒙 二是陆逊 208年赤壁之战后 刘备拿下京南四郡 210年从孙权手中借德南郡 215年孙刘双方平分荆州 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 自此刘备占据一个半周二十余郡 实力达到了顶峰 不过随着关羽发动相反之战 宇蒙白衣渡江洗血了荆州 并勤杀了关羽之后 刘备丢失了荆州又在伊陵之战遭遇打败 蜀汉实力一落千丈 东吴第三任大都督吕蒙 是蜀汉的第一个克星 陆逊是第二个克星 而且还是对蜀汉造成伤害最大的克星 222年的伊陵之战 刘备至少损失了数万兵马 十余名大将获死或投降 刘备打算重点培养的终生代大将 除了少数几人逃脱之外 其余差点被陆逊团灭 刘备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实力 一招葬送于陆逊之首 三国制作者陈寿甚至点评 刘备天下称雄 一时所淡 既然蜀汉克制曹魏 那么曹魏的克星是谁 第一个是关羽 209年南郡之战期间的绝北道之战中 关羽一人挡住了徐晃 乐静 文聘 李通等人对困守将临的曹人的支援 为周宇最终赢得南郡之战立下大功 211年刘备入川 213年诸葛亮 张飞和赵云也入川支援刘备 荆州就只剩下关羽一人镇守 219年关羽提兵北上发动相反之战 围困曹人于凡城并水淹七军 迫降于静和他的三万兵马 一时之间天下震动 以当时的情形来看 如果不是孙全暗中和曹操够和偷袭荆州使得关羽被迫回师的话 关羽至少能拿下襄阳郡和南襄郡 甚至拿下南洋郡也有可能 第二个是魏延 219年刘备拿下汉中后 以当时名气并不大 地位并不高的魏延出任汉中开守 属汉有四大阵术都督 其中汉中都督最为重要 魏延推行遇敌于国门之外 和寸土必争的防守策略力爆汉中不失 230年曹真 司马懿 张和三路大军伐属 魏延和吴亦水偏师深入隆幼 以少胜多大败曹魏后将军飞摇和雍州腊使郭怀 取得了阳西之战的大戒 并以此军功受封为蜀汉含金量最高的南政侯 231年诸葛良第四次北伐 魏延和高祥 吴班等人再次大败魏军 或假守三千级 玄凯五千岭 角弩三千一百张 魏延对曹魏作战还有败计 算得上是曹魏的克星 三千贼有个抵护力量 三千二百败 五千辛 三千八千 三千五百败 一千五百败